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胡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三位嘉宾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首先欢迎陈哈尼 欢迎哈尼 哈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哈尼 好久不见了 哈尼曾经做客过我们电台的节目 那还有一位是郑巧怡对吧 然后那个郑乡怡啊 郑乡怡 郑乡怡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郑乡怡 我来自加州 之前在西雅图居住过五年的时间 非常想念大家 那还有一位朋友 他的网名叫小猫爪 那你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并做个自我介绍吗 嗨 我是Steven 我现在正居住在夏图 在夏图工作 有快时 有九年了吧 太好了 那就是我们今天今天节目主要是请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打疫苗的经历 就是现在打了没有 然后呢 就是你打疫苗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然后怎么预约的啊 或者就是说 我觉得每个人打疫苗都有自己的故事啊 然后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啊 就是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还是照刚刚的顺序啊 哈妮你先讲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那我先跟大家那个再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一名演员 那我目前所居住的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那么佛罗里达州也是在前一段时间 就是很近的前一段时间才刚刚对所有年龄段的人开放了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 然后我呢也就是尽快的就去跟上了这个队伍 就是我们属于年轻的这一波啊 就也尽快的赶上了这个队伍 那关于怎么预约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方便 就是 这个佛罗里达州有一个超市叫Publics 这个超市就是哪都有 每隔一公里就会有一家 这样非常方便 那进门的地方 入口处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预约台 然后你在那里面做一个登记 当然它也会有提供就是网上的一个预约 但是你要清 因为你每天都会去买菜嘛 所以你直接在入口处去登记就很方便 然后超市它本身就会有一个药房 就有这么一个区域是药房的 直接就在那里 然后根据那个时间去了以后 它就给你打针 就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呢是大概是在五天前吧 刚打了第一针 所以我现在是处于一个 在等待第二针的阶段当中 那据我所知就是 这个第二针好像不能超过二十九天 就是是二十还是三十 反正就是 它会告诉你打完第一针 它会告诉你 下一次什么时间去 你不可以晚于那个时间 然后关于打疫苗的感受 因为我是觉得我才打了第一针 所以呢可能还 不能够特别有发言权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两针都打完了的 那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人 因为他自己的体质都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反应 那 你有反应吗 呃我我我有 我是觉得我的反应也有奇怪的地方 但是我我首先是想表达就是这个反应吧 跟你是白种人还是那个亚裔还是怎么样 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 完全是个个人的那个体质问题 那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他们应该是打完第二针 然后才会有反应 呃大部分人打完第一针 其实就是简单的手臂肿胀而已 但是对我来说会有很多奇怪的反应 呃我大概是在打完针的第二天 第一天我其实特别精神什么事都没有 那我是在第二天的晚上开始有反应 就是那一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好好睡觉 我觉得我的整个身体状况就有点像过山车 就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低烧了 一会儿又觉得好像自己胃痛了 然后一会儿又觉得好像头疼了 然后再又一会儿又开始咳嗽了 他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了 然后一会儿就这个这个症状好了 然后那个症状又发了 然后然后又那个症状那个症状 然后哎到天亮了也就再也没事了 然后手臂也就不酸痛了就都好了 其实呢嗯就是怎么说就有人总结了一句话 就是你如果不要刻意去想他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但是呢你老琢磨你老琢磨 你就觉得你好像哪都不舒服 我觉得心理作用也很大 就反正总来说还行还行 嗯挺好 那那个赞湘怡呃你分享一下 就是呃你也跟那个哈尼一样 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呃 呃你在西雅图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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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非常不一样的 西雅图 你说是一个 在我的印象中 是一个有山有水 然后绿树成荫的 这样一个城市 我觉得既有非常现代的一面 比如有非常 我觉得非常高楼林立的 Downtown 然后也有 就是年轻人爱去的 Capital Hill呀 当然也有非常宁静的 Suburb 比如说Belleville啊 Redmont啊 Isaquah呀 就是让我觉得 西雅图是一座 非常有平衡的城市 就是非常 有非常现代化的一面 也有非常 就是山水非常美丽的一面 那加州的话 加州当然也有好的山水 但因为气候的原因 它的比如说湖啊 水啊 没有西雅图那么多 然后树也没有西雅图 那么那么茂密 可能稍微比较偏干旱一点 我还是非常想念西雅图的 就是很希望能有机会 再回去住啊 什么的 你在加州 你在加州什么地方 路三级还是旧金山 我在旧金山附近 我在硅谷 对 然后加州这边打疫苗的话 目前我知道的是有三种途径 一种是通过政府的网站来预约 这可能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一个途径 然后如果它有位置放出来 大家都会奔走相告 在各个微信群里面说 有位置放出来 然后大家都抢着去注册这样子 还有一个是现在各个大的公司 也在组织 自己的员工开始打疫苗 第三种方式就是会通过 比如说药房 比如说CBS 或者是Safeway的Pharmacy 来组织大家可以进行预约和打疫苗 我目前就知道的是三种方式 我自己是第一种 当时打疫苗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体育中心 然后大概整个过程从排队到打完疫苗出来是一个小时并没有排太久了 是哪个球队的球馆是吗 对叫里维斯中心 哪个球队 是棒球队还是橄榄球队 这个我好像真不敢说 我妈说错 我特别关注这个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中心 就是里维斯中心 对 至于打完疫苗之后的反应 我觉得一个是胳膊会觉得酸痛 这个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一个反应 然后在抖音上也有一个很火的胳膊操 就是据说就是如果你打完疫苗之后 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摇晃自己的胳膊的话 可以减缓这个胳膊的酸痛 就是在网上非常火 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其他的副作用的话 我自己是第一天觉得头 有头晕和头疼的这个症状 然后接下来的两周我都有一些头疼的症状 但是因为两周这个时间比较长嘛 我并不知道这个头疼到底是因为疫苗 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状况 但我觉得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不算是一次太坏的体验 而且知道自己身体里面有这个抗体之后 也会觉得更加有安全感 挺好的 那个Steven呢 你那个也讲一讲 你那个打了几针疫苗 我是在那个政府上面有一个KCV Redmond 然后他的那个GML的接种地点 就在微软的一个会议会议中心 然后去报名 然后我是在刚刚华州刚开放第一天的时候 在网上注册的 然后大概等了一周吧 然后就可以去 就是有appointment available 然后就可以去注册 然后就去打了 然后去接种了第一针 上周接种的第一针 流程都是流程还是非常的流程很快 因为都是预约的时间 然后去了之后就很快就注册完了 然后要观察15分钟就可以走了 然后反应就是胳膊疼了一天 然后就然后就没 就就就跟往常一样了 就就是这个没有什么 那你打疫苗有过犹豫吗 就是想过不打 或者说还是就就一直想打的 没有犹豫吧 就是有了就打了吧 赶快得到名义 然后反正平常也经常出门买点东西之类的 就 那个 我就要去问的就是 可能每个人的回答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们都打了疫苗 然后呢 美国的疫情也大大大的下降了 就是说打了疫苗 两针疫苗都打了之后 然后呢过了两针 确保自己吸引抗体了 那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回国 就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 太久没有见到国内的亲人和家人了 就非常想念他们 非常想就是回国看一看他们 然后也非常想出去旅游吧 就很多地方 比如有很多我的朋友 他们都去了夏威夷玩 就是我也非常想去这样 所以你最想去除了回国之外 最想去的是夏威夷是吗 对 那哈尼呢 你那个 最想去哪里 我倒不是说 我想去哪里 我是已经在付出行动了 而且我也是因为这个行动 然后我才决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就是我是明天 我要有十天的这个美国中部的自驾游 那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特别的忙 在家里面就是工作很忙 所以呢我觉得我需要放假 我需要出去那个溜达一圈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疫苗来保护我自己 再有一个就是我今年的夏天 大概是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 我会在那个洛杉矶那边会有一些演员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也觉得我需要这个疫苗 那对我来说其实就已经不是说 过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全美国怎么样了 或者大家都抗体了 或者疫苗的效果了 我觉得我已经 就这个我不考虑 我就只是考虑就是说 我决定去打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我相信他 因为我有需要与社会接触的这么 我有这种需求 我不可以一直都在家里办公 因为这个工作性质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打了疫苗 我觉得然后我就可以放心的出去工作了 我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已经在行动了 你是拍电影吗 有相关的一些工作对 好那那个Steven呢 你想你想去夏威夷吗 目前还没有考虑呢 因为那个 就算打完了疫苗 就是希望生活尽快恢复 常态吧 因为一年多来都是在家工作 就觉得人与人之间交流很少啊 工作也非常的怠慢 之类的 然后天天在家里陪着两只猫 在 天天在家里陪着两只猫 在在一起 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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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啊 然后就是打疫苗 就是尽快恢复 就是 大家都全体免疫了之后 就可以尽快 至少不会传给你的妈了 是吗 应该不会 那两只猫离不开你啊 你哪里去不了啊 对啊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过去的这个一年多 就是从去年三亿份以来 这个是不是都是很很难忘的 辛酸史还是不一定辛酸 就是特别的一个经历 是吧 那个过去一年 是怎么怎么度过来的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恐惧的时候 有没有过厌烦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有的 就是 就是不知道 就是西雅图的朋友知不知道 在加州其实每年都会有山火 然后山火就会造成空气非常不好 然后去年就是秋冬的时候 加州这边也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山火 然后当时 包括我家的这个 PM2.5的指数 可能都到了100左右 是非常严重的中气热 然后当时我一直在咳嗽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我到底是得了新冠了呢 还是因为这个山火的原因 后来确定是因为这个山火的原因 我装了一个空气净化器之后 就没有再咳嗽了 但是当时晚上咳嗽的时候 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怕的 然后我就是晚上睡不着 我就一直在网上搜就是新冠的症状呀 新冠的这个死亡率呀 然后得了新冠之后应该怎么办呀 就是当时内心非常的惶恐 对就是我觉得去年非常就是恐惧的时刻 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出去 然后忘带口罩或者说 然后某个场景没有没有带口罩 露出鼻孔 然后有后怕或者什么 有没有这种经历 有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然后有一次我去大华超市买东西 我就像往常一样出门了 然后我根本就是其实当时已经疫情了 一段时间好几个月了 然后我就是突然有一次忘记戴口罩 去了大华超市 然后我当时进到超市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自己没有戴口罩 我一直到逛超市 逛了可能有二三十分钟 然后看见身边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才发现自己没有戴口罩 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的羞愧 因为就是在加州法律规定是每个人都要戴口罩的 嗯 我当时知道就特别羞愧 然后我最后被一个工作人员叫住了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然后我就我就向他道歉 我说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忘了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只口罩 然后就戴上了 嗯 但是回来之后我还是觉得有点后怕的 就是因为就是逛超市一开始 那段时间就是没有戴上口罩 嗯 我们先进一个准点报时跟广告 广告之后请其他的嘉宾继续分享相关的经历 请不要走开 生生友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 Radio Seattle 爸你要去上班 记着外套还有口罩哦 遵命女儿大人 嘿你不总是操心 想要保护全家吗 这是身为爸爸的责任 但你也要保护自己哦 最近还有Covid在外 别忘了 这场全球疫情尚未结束 你也还没接种疫苗呢 而且我一直在看变种病毒的消息 变种病毒 是啊 新的Covid变种病毒 可能更容易传播 我们要特别小心保护自己 这很重要 继续戴口罩 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避免群聚 以及尽快接种疫苗 也对 我都会照做的 谢谢你提醒 提醒 这是命令 命令 是的 这是身为你最爱的女儿的责任 好 乖女儿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请上网cdc.gov slash 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 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 马上回来 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也 你已经戴好多次 看起来都变松了 我们要和以往一样 高度警戒 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 继续戴服帖的口罩 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避免群聚 轮到你注射疫苗时 就要去击中 还有 请换口罩 好好好 真是欺人忧天 现在变种病毒都出现了 可能更容易传播 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 你说得对 而且 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 不是吗 当然了 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了解更多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请上网 cdc.gov slash 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 美国故事栏目的 节目现场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的 通过Zoom 请到了 来自美国 三个不同地点的 嘉宾 来向我们分享 各自接种新冠疫苗 以及度过新冠疫情的经历 他们分别是来自佛罗里达州 奥兰都的陈哈尼 还有来自加州 旧金山湾区的 郑 郑湘 那还有是来自我们西雅图的 Steven 那三位都打了疫苗 然后已经至少打了一针 已经得到了一半的保护啊 我们继续就是刚刚的讨论 就是刚刚正湘医跟我们分享了 他在疫情期间 有的时候忘带口罩啊 什么的 这是一些难忘的 跟疫情相关的一些经历啊 那那个哈尼 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 在疫情期间 有的有的 我这个得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说起 就是2020年的春节 我是在国内中国度过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春节之前就已经回去了嘛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任何跟新冠有关系的事情 然后直到就是差不多是大年29大年30 就是武汉开始就是听说要封城 然后就封城了 就是这那一两天 然后才开开才才开始意识到说 哎呦这个疫情 然后但是对于疫情的严重性什么的 就完全还是属于一个无知的状态 然后呢 我的家乡是广东省汕头市 在这个武汉封城的第三天吧 我们汕头市也封城了 然后就在它封城的不到两个小时之内 所有超市的大米全都被抢光了 然后呢 但是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要去封城 它只是想就是怕有问题去效仿这个武汉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迫于一些压力 然后又就是又取消了这个这个封城的说法 所以呢就那段时间就搞得特别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也不能说是恐慌 就是有点不知所措 然后呢 很快那个我在慢慢了解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很快的中国的这个疫情也就控制下来了 那控制下来后紧跟随着的就是这个疫情往世界各地的这个分布 然后各个国家的航班的这个取消 那这些就变成了我们这些 就是回中国去度假或者暂时去办公 但是还是要回到美国的这些人群 对于我们来说就就就特别的关注了 因为我们是要回来的 但是呢 因为没有航班 就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 比如说像我是绿卡身份 并不是美国公民身份 那像绿卡身份的话 他有一个所谓的规定 就是你离境离离开美国不能超过180天 那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航班回不来 那马上就面临着超过180天 甚至后面已经超过180天 那怎么办呢 我们想联系这个大使馆 那大使馆也不办公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你发邮件也很久都没有回 这整个就反正我觉得整个社会状态是有点奇怪 那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在国内 在中国也会听到很多这种 这种新闻 新闻有的时候报道 都是会报道一些 也不能说夸张了 但是他会 比较比较 会让人比较担忧 就会很担忧 然后听来听去 听这个朋友讲 那个朋友讲的 反正就我是觉得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本来呢 没想要在国内待很长时间 就想回去待四个月 结果那一下子就在中国待了八个月 那八个月之后是在刚刚就是中国和美国恢复航班 而且是每一个星期只有一班 就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那一班 每个星期只有一班 是每周六的 具体几点钟忘记了 反正就是很具体的一个时间 一个星期只有一次 然后我就还是买的机票回来了 因为计划当中不是要在中国待那么长时间 真的必须要回来 然后回来之前就买了防护服 买了口罩 买了好多个口罩 买了眼罩 那一个那个口罩是可以戴八个小时 那我当时因为这个飞机 我是要飞那个奥兰多 那飞奥兰多 本身中国跟奥兰多是没有直航的 那大部分时间都是从那个纽约 或者是洛杉矶转机 那那个时候听说 纽约跟洛杉矶的疫情是最严重的 然后我要在那里转机 就特别害怕 但是呢 从洛杉矶还不能再直飞 那个奥兰多 还要再转 我觉得都是跟疫情有关系 所以呢 整整花了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才从中国回到奥兰多 那我这个期间就 每转一次机 我就换一个口罩 然后防护服一直穿着 眼罩一直戴着 那我觉得整个飞机上 除了我是这样子搞的 就是没有其他人是这样子 大家都是很正常的 穿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衣服 然后戴一个口罩 也没有眼罩 然后也都吃那个飞机上给发的餐 那我就没有 我就全程都要换手套 然后那个只吃自己戴上去的一些干粮 坚果什么的 我是觉得很难熬 因为完全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就觉得还不如就麻烦一点吧 就是自己觉得这个方法能保护自己就行了 就其实就是让自己心安一些这样 然后终于就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 美国这边没有强制要求要隔离14天 但是呢你入境的时候 他会发给你一个就是温馨提示嘛 希望你居家隔离14天 那我入境的时候就是 虽然是八个月 但是我入境还是很顺利的 而且我就是我挺难忘的 就是我入境的时候 那个查我护照的那一个官员 跟我说了一句话说 欢迎回来 我就听到这句话就很温馨 然后回来家里隔离了14天之后 我就赶紧去做了一个新冠的检测 那也很有意思 那个新冠的检测是 因为我们就是在车里面 在车里面做检测 那他们这个工作人员 会把要检测的所有的这些材料 通过他们的一个小窗口递给你 然后隔着那个玻璃 他教你怎么弄 所以呢就是 我是拿一个棉棒 自己捅了自己的鼻孔 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 你捅太深 你觉得自己下不了手 你要捅的不深 你又取不出来 他们要检测的那个液体 哎呀 我觉得这个也很恐怖 然后后来检测了一下 没事 然后我就很放心了 然后后面也觉得 其实就是每天都戴口罩嘛 你生活该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没有太多的区别 就是戴口罩 然后多多注意一下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还行 现在其实戴口罩 已经是一个习惯了的一个那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活常态的事情了 有的时候不戴口罩 反而会觉得怪怪的 如果说和朋友们已经坐下来 开始吃饭了 或者开始聊天了 然后就会觉得 哎 你怎么没有戴口罩 就很奇怪 因为已经习惯了 一出门就口罩 超市也口罩 公共场合都口罩 那斯蒂芬你那个新冠期间 有没有猫粮不够的时候 什么 有没有猫粮不够的时候 知道没有 这儿的猫粮一般都是很充足的 有没有难忘的经历 就是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觉得就是没什么难忘的吧 就很希望这个再过一年 赶快把这个经历忘掉 就是去年刚开始疫情 在美国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恐慌吧 那个时候就是很肃杀 然后刚所有的 所有的lockdown刚开始 就是大家谁也不知道 这个疫情到底会在美国发展成什么样子 因为它的那个管制实在是太松了 造成大规模感染 那是不可避免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过了一两个月 就觉得 就觉得这个 就是美国都是这个样子 它会一直延烧下去 而且就开始松懈了 也没有觉得那么恐慌 然后超市里的东西都开 超市还是这样开门 然后里面东西都很充足 就没有觉得有什么 特别不一样 除了朋友之间 睡也见不到 然后也没有去过办公室 这样以外吧 主要就是这个 然后疫情期间 还也去医院去做了一个小手术吧 然后就是 做手术之前 他一前一两天都要去做新冠检测 这儿的那个新冠 然后现在的新冠检测 好像就是比较容易 就是让你 就是很在 不用伸到鼻孔 很伸出 就是让你使劲呼吸出来 然后他拿swab 擦一擦就可以了 并没有觉得 就是 就是现在 就是觉得 大家都比较松懈了 现在反正印度又出现新的变种 就是 不知道会怎么样 就是 但是有疫苗的话 感染率下来的话 应该还是很容易控制 那你去测试 就是做新冠测试的时候 有没有用鼻视纸啊 就是你是呼气的 还是用鼻视纸 鼻视纸的 他是介于两种之间吧 就是呼气 然后他用 他在你的鼻子的外 就是 就是 鼻孔 扫一扫 你是因为要去做手术才这个 做手术的地方 要求你做这个检测是吗 是的 就是并没有就是相关的 比如说症状啊 然后自己担心才去做的是吧 对啊 没有 没有担心过 因为这一年 好像也没有这么病过 就是发烧都没有 那就是 过去一年 大多数时间都是work from home 对不对 对了 那work from home 跟去公司上班 这个 这个差别 你能讲 能讲一下吗 交流的效率低很多了 就是 每天要 在守着电脑 在家里的话 就是 并没有那么专注 可以 很好的专注吧 再去 就是在工作上面 关注肯定是 差很多的 然后 也没有食堂的饭啊 之类的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了 觉得 觉得这个 生活很麻烦 你觉得在家里好 还是去公司好 现在觉得去公司好 因为 就是 效率来说 要 好 那我们再见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 回来 林 你知道 COVID的疫苗 已经获得核准 而且 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 我知道 你要去打吗 嗯 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 使用疫苗 对抗这场 蔓延全球的 病毒疫情 但外面 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 我们要实事求是 像我上 cdc.gov 斜杠 coronavirus网站 查过所有讯息之后 反而觉得 很有信心呢 你应该去看看 哇 看来 我还有很多 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 slash coronavirus 以上资讯 由HHS 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一五二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 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一五二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 www.cron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 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胡 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的 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通过Zoom 请到三位来自 三个不同城市的嘉宾 那刚刚呢 也跟我们老有兴趣的分享了 他们各自的经历 那那个郑湘怡 在那个湾区的 郑湘怡 你能不能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就是在疫情期间 有没有难忘的经历 然后work from home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自己觉得 working from home 和在公司上班 最大的区别 是没有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就是工作和生活混杂在一起了 就是你很有可能 早上起来就开始工作 然后一直工作到睡觉之前 但你有可能在 这十几个小时当中 穿插了很多 吃饭啊 或者是玩啊 休息啊 甚至睡觉啊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同感 对 这就是我的感觉 对于 对于去公司上班这件事情 我可能心情比较复杂 一方面 一方面就好像 Steven刚刚刚说的 我们就是期待回到公司 可以吃到饭 公司的饭 然后 可以恢复工作的效率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觉得就是 在家工作确实给 我们提供了一些激动性和灵活性吧 就是 万一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 你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 而不是像以前 每天都要去公司报到 要在公司待够 八个小时以上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新冠期间 有没有给你们生活带来 那个 比较大的不便 比如说 比如说男女朋友或者家人 然后见面可能 不方便 或者说认识新的朋友不方便 或者什么 有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需求 然后正好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没有 让你没有办法 就这方面有进展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大的障碍 在家人的方面 是我没有办法回国 我已经可能有 我有三四年的时间 没有回去了 本来我是计划在 我的计划是在2020年初 要回国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事情 把这个计划给打破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也都没有能够回国 你是独生子女吗 就是父母 非常渴望见父母 对我是独生子女 而且其实父母 也会非常担心 我们在这边的安全 因为他们每天看到 关于美国的新闻 可能都是美国的疫情 出面的 对 以至于我的亲人 可能都会去找我的妈妈 然后来问 就是哎呀 相依的这个最近怎么样 然后我妈妈一方面 很担心我 一方面又要去 回复所有的这些亲友 她也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每当别人问她一次 我的近况的时候 她都会再重新 再担心一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远离自己的亲人 不能和自己的亲人见面 这个可能是疫情带给我生活 最大的一个让我非常难过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 还有差不多十分钟不到一点 所以我问的问题不能太多了 然后呢 就是我现在还想和你们就是探讨一下 就是这个疫情对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悟 就是说不管是人生的 或者工作上生活的 或者说有没有从这个 这一段特别的经历当中有什么感悟 韩妮你先讲 还是 行我先讲 我一直是一个 我的工作性质 一直是一个 全国各地飞 全世界各地飞的这么样一个情况 那疫情对我来说 像演员工作 或者是一些服务行业的工作 或者像演出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是特别受影响的 即便包括是 包括不需要你本人出现 但是你的作品要在电影院上映 电影院不开放 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就联系到一起去了 其实是一段比较 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一个时期 那我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见缝插针吧 我就去 就是又读了个学科 就当了一把学生 当然也都是上的是网课 那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是让自己动起来 忙碌起来 不要因为疫情不便出门 然后就让自己闲下来了 不知所措了 其实很多人会焦虑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一下子不知道方向了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找到了一个 特别好的方式 就是我去读书 让自己静下来 正好世界正在休息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 我自己让自己不要停下来 继续滚动 然后等世界再开放的时候 我是一个更完美的自己 我是这样子想的 哇 所以你在疫情期间 人家都没有 都在停止 不前 然后你拿那个 美国的硕士学位 是吗 我还在还在读 还没别 快了快点 那那个郑香瑜呢 你有有什么改变 或者感悟吗 最大的感悟 是我意识到了 家人和朋友的重要性 我觉得过去 我可能太把家人和朋友 当作理所当然了 我会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 没有那么遥远 我会觉得我随时想要回家 看我的家人 我就一张飞机票就回去了 然后现在我不能再 那么容易地做到这件事情 疫情之前我会觉得 感觉不到有 就是友情对我来说 那么的重要 因为我想见我朋友 大家每个周末 可能一起吃个饭 或者哪怕如果是在公司里面的朋友 大家中午一起吃个便餐 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大家想见个面 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疫情之后朋友见面 可能都非常非常的少了 也不方便一起出去吃饭了 交流感情了 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很孤独的 很孤单的 所以对我来说 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 不要把家人和朋友 take for granted 不要就是把他们当作 生活中的理所当然 还是要其实好好珍惜吧 你老家是哪里啊 就是国内 我是湖南长沙 去过 那个Steven呢 你的那个感悟 还有疫情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觉得 主要是像刚才 正像你说的就是 与朋友见面的机会变得非常非常少 然后就是 没有办法去 觉得去交流都是要 画上很 很大的一个 精力去经营的事情 然后与此同时 因为一直在家里待着 然后去 在网上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就发现 因为但是我也出不去 就觉得这个世界流 就是世界好像跟我没有关系的 这种感觉 你就看到 各国的央行都在疯狂的印钱 之类的 然后觉得 我的银行账户也没有 多么的膨胀 那就是 对疫苗你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建议 就是是不是觉得接种疫苗特别的重要 我并不太清楚 别人会对疫苗总看 因为你可以在 你在网上可以发现很多 anti-vaxxers 他们拒绝接种疫苗 而且我一个 我有一个住在德州的 做牙医的朋友吧 他也是 并不 他也并不想接种疫苗 即使德州的疫情 挺严重的 然后 他说他在诊所里 就是隔三差五的 就是 不是同事的家人啊 就是同事啊 自己感染 但是他觉得 不用太过的担心 生活照旧 接不接种疫苗的话 我估计他接种了 但是 并不是觉得 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去 去 去问 强迫别人吧 我也有 我有朋友 比较担心 这个这种 mRNA的疫苗 对人体有什么 其他的作用啊 之类的 因为这是 几乎是第一次 打这种新型的疫苗啊 他 他可能 他可能 他在加拿大 但是他可能说 还是想打中国的那种 灭活疫苗 但是 这边 你根本就打不到 那那个 哈尼呢 你 你觉得疫苗 对你很重要吗 然后就是 你觉得大家都应该 接种疫苗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身边 也有一些朋友 他真的不想去打疫苗 你 我自己已经打了疫苗 我肯定是提倡打疫苗 这个毫无疑问 实际行动证明了 但是呢 我拿我的实际行动 去劝问我的朋友 甚至我跟他说 如果你是怕疼吗 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 对吧 我们一起去 同一时间去打 然后如果 头三天有什么 不良的反应 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 对吧 同步进行 你就是这样子说 人家就是死活 都不去打 那我后来 试着去理解一下 这样的人 我觉得不要一概而论 说他们是不是 不配合社会啊 他们就是搞特殊啊 然后 如果人人都这样子的话 那 那怎么弄啊 我觉得也不要去 这么去上纲上线的去说 其实我 我试着去理解他们 是因为现在包括 就是这个疫苗的变异也好啊 包括有些人 确实是接种了疫苗之后 他还是得染 得了这个新冠了呀 甚至包括 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疫苗敢说 它是百分之百有效啊 而且很多疫苗 甚至都会告诉你说 他是有一个保质期的 那你可能明年 还要再打一次啊 就很多很多 这样的东西 会让一些 就是本身不是一个 生活积极分子的 那一种性格的人 他会觉得说 那我 我还要打吗 我到底打不打 其实他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他并不是那种勇敢的人 他会很混乱 然后他会觉得 那如果每年都要打一次 或者谁也不能给我一个保证 那我合并呢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就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 非常适合在居家办公 所以他其实也不着急了 就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还是觉得 不管是医疗系统 还是社会啊 媒体啊 我觉得还是要 大家共同进步吧 这个事情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反正是一个 共同进步的一个事情 那曾向宜呢 你有没有对 就是没打疫苗的人说 就是希望大家去打疫苗 就是我 我觉得打不打疫苗 是一个个人选择 当然没有 没有人或者机构 可以强迫任何人 去注射疫苗 但是我自己是相信 目前在美国注射的疫苗 是安全的 我相信它是经过了 严格的程序 以及科学实验 才被批准 然后注射到 我们每一个 普通人的身体里面 在我看来 当然不能代表 大多数人的想法 但在我看来 其实注射疫苗 也是我们 共同抗击疫情的 能够做出的一份 小小的贡献吧 因为你想有那么多 科学家他们努力的研究 各种对抗疫情的方法 然后有那么多的医护人员 他们奋战在第一线 就是我 像我这样宅家办公的人群 我没有办法就是 切实的为疫情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但是我觉得打疫苗 算是我能够做的 非常微小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节目已经到尾声了 非常感谢三位朋友 参加节目 然后分享你们宝贵的经历 那我们后会有期 然后祝你们接下去 健康也心想事成 欢迎以后再次回到 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在外地的话 也欢迎来西雅图 谢谢小元台长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